1 2 3 年度盛世国际半导体展开幕 全球600家厂商超过1600个摊位 规模再创新高 而重头戏就是台积电 由共同执行长刘德英出席 对产业的未来发表看法 包括我没有玩 没有玩 你们不过知道很多年轻人都在玩 没办法 撞到东西在这个mobile phone上 不会摔跤 将来的augment reality 应该会come to that stage 真正的是一个 一个physical body 能够跟实际上的body interact 尽管没玩宝可梦 波刘德英特别点名 看好AR VR发展 类似游戏 未来成为新商机 而现阶段包含智慧手机 高效运算以及汽车物联网 四大领域是半导体产业 新动能 Q4跟Q3 因为Q4通常是这个 inventory adjustment的一个quarter 我们认为Q4不会比Q3太长 是 应该是 应该是在这个range的上线 接近上线 iPhone7即将发表 也让刘德英预告下半年好时光 不只台积电乐观 风测龙头日月光 一样看望 台积电力多 吉利7号 股价上工 盘中涨幅一度超过3% 股价冲上185元 市值高达4.8兆 再写新高 大盘全资股发威 为电子业下半年的展望 打入一季 强行针 三连新闻一程 胡凯仲台北仓报导 好我们来看